图坏迴圈它的结构类似像这样 就是它的语法一定是在上面有个度 下面有个坏 判断的部分呢 本来这个应该如果跟原来的坏比的话 简移是说原来在上面的位置 被度取代 它丢到下面 图坏的条件是一定是摆在那个结构的 就是条件式的话一定是摆在最后面 也就是说先执行什么 这个区块的叙述一次 就是一定会执行一次之后的话 再做条件的判断 那基本上for跟while叙述可以相互取代 而不可以使用这个dowhile取代 其实当然就是forwhile我们之前面是有讲过 两个之间可以互相取代的 那dowhile其实这边讲的不能取代 是因为它一定会做一次 所以如果说如果你要避免它是否一定做第一次 你当然也可以在肚里面再做一次判断 但是会有点麻烦 变成说你既然会用dowhile的时候 一定是你一定要先做一次之后再判断 否判断的话你这样用dowhile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如果你遇到程式里面一定要先做一次之后 你就会用dowhile 不然的话你这个用dowhile要跟这个for回圈取代 其实也是没有意义啦 所以接下来的话再来就是说这个叙述部分 OK那比如说我们进来看一下 假如说像刚刚的那个加总部分 其实也可以把它做一个改变 那改变的方式的话 其实各位也可以把刚刚的那个 我们这个范例做修改 那修改的原理原则也非常的简单 我改一次 其实全部刚刚做过的又可以全部又可以改成dowhile 而且全部跑出来都一模一样 基本上它是可以相通的啦 那比如说像我们sum里面有个底线whi 那我是把for改成whi 那如果说我今天跑出来这边得加5050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改成do回圈的话 一样我们把它做版本关掉 不然你改完之后的话那个就不见了 这边地方我把它改成do好了 就是加一个do 然后前面的部分cove 把这个OK 再按一个确定 利用这个来